那再来呢最后呢其实就是要讲到记账的选择 说真的啦我觉得公司登记 光是登记的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那其实讲难听点只要你有时间不怕犯错 去跑一跑啊就自己去那个政府那边跑一跑啊 反正现在政府大家对那个就是民众都很友善 那你跑了几次呢烦他个五六次吧 你最终一定办得成啊他就教你怎么改怎么改 其实比较难的呢应该是比如说 你公司成立之后的变更登记 比如说今天我资本要增加啊 然后我可能有些人要投资啊干嘛的 有什么优先股啊什么 特别股啊干嘛有的没的 就是然后有时候你可能因为法规嘛 还会跟你讲你就要开个什么股东会啊 然后要多少%干嘛就结果 就你搞错了自己自己弄错了对不对 那你轻则赔钱 重则整个流程都无效 这这个其实也很常见 所以说真的其实 变更登记绝对是 很难的一部分 那再来呢就是记账 记账也是一个绝对要胜选的服务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两个东西啊 你平常都没有感觉 反正就是哦好像变了啊 这样OK啊 然后呢好像没怎样 但是呢等你出事的时候你损失就会很大 这怎么意思呢 因为告诉你我们政府呢真的很爱发钱 真的想尽办法让你发钱 真的莫名其妙的要发你钱 各种发钱 刚才匪夷所思啊 超乎你以前就是在学校学那些做事的方式 比如说政府明明就有资料啊 他就要叫你再会整一次 然后与其要发你钱 然后呢你自己发现错了呢 也一定要发你钱 因为法规告诉你最低就是要发一倍啊 干有这种事啊 然后呢再来就是有你们明明就正常交易 然后收到对方的发票 几年后 我自己告诉你 对方公司好像有在卖发票哦 天啊我哪知道 我跟他正常交 他东西交给我我把钱交给他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他就安宁一个说 嗯这个说发票不确实哦 然后你就被发钱了 然后呢对方公司有没有被发钱呢 嘿嘿没有 因为没有证据 那叫你发我发好玩的哦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政府就是这样 所以呢 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 记账这块呢也绝对都要慎选 因为呢你现在没有感觉 等到出事呢 你就知道厉害 好不好 那再来呢 所以这件事情呢 要讲的是记账 你不要看说啊什么价钱低 哇一个月2500啊 1500啊 1000啊 什么多少钱 我告诉你 这些呢 都是小钱 你一定要选好一点的 不然我跟你罚不完哦 真的会罚到你哭出来 那 我要讲的是 好一点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当然这是个人主观的判断 我觉得哦 记账这件事情 各个行业啊 其实都有一些每个不同的差异啊 有的还会给你一些建议 那最好呢 你要找的记账呢 是呢 最好是对你的产业有了解 这样子呢 才不会说有时候因为不同的产业啊 若差认定差太大 那再来呢 最好呢 假设他可能不够了解 就算他很了解好了 他还这个人呢 最好要积极一点 他能够积极的去了解你 比如说 这行业啊 有什么规则的跟动 或整体啊 有什么规则的跟动啊 然后不要那种 有些那种不懂装懂 你知道吗 这跟年纪没有关系 这跟个性没有关系 他就不懂 就啊这个我在讲啦 这绝对是 不不不不不 告诉你我出事情 最好呢 他比如说假设你问我 他说你问我 现前这个到底怎样 可能我不懂 那我就说那这个 我要去问一下承办人 因为说真的行政这种东西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刚刚比如讲说 这我真的很在罚钱 但是不见得你一定会被罚啊 对不对 有时候见解不同 状况不同嘛 对不对 所以该问则问 不要 如果你发觉有个人啊 不懂 整天喜欢装懂 这个最好小心 当然再强调 我不记账 所以不用找我 谢谢 那再来就是呢 如果你有朋友 或者你有同行啊 什么的 去推荐 但你同行小心一下 那个是不是想害你 他推荐 他比如他先有西藏事 他不错 因为他跟他又往来一阵子嘛 你要说日久见人心 那他推荐他 他今天上西藏事不错的话 其实啊 我觉得这是可以考量的 因为 其实说真的有用过啊 才会那个评价才是准的 当然啊 也要讲句实话 如果 如果 距 地里的距离差太多 有时候也是要考量一下 因为 比如说你公司在台北 那个人在屏东 有时候规定会有些差啦 那距离上也会有点小麻烦 所以 建议相对 可能隔壁县市还好啦 如果真的太远的话 嗯 可能还是要另外找一下 那再来呢 就是说呢 假设你都没有人推荐啊 我觉得不管怎样 千万不要 就随便打电话啊 或者是什么 mail啊 line一下 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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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隔壁县市 你服务好吗 超好 你什么都会帮我处理吗 绝对会 然后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你说 好 那就交给你了 因为人性本善嘛 放心 千万不要这样做 我们啊 其实最好还是到现场聊看看嘛 看看环境啊 看看他在干嘛 然后感受一下 就算 说真的 讲讲听话 最后就算即使出了问题 毕竟是自己选择 不要到时候再后悔说 当初啊 不该要几个内容 然后对方就说 哦 我的西瓜好甜哦 然后你就买了 这样的其实是 笨笨的 好 那再来就是 我个人觉得 这不是攻击年纪又干嘛 有时候大家想 啊 我几十年经验啊 干嘛有个没有 我个人觉得 几十年经验呢 只代表过去呢 可能还不错 但是呢 大部分情况 听听就好 我个人觉得 一个良好的特质 有了几十年经验 最好再加上积极 积极很重要 然后要懂 要懂 要不断的去查 该该问 责问 不要觉得说 啊这个人怎么 有时候要问 陈判人干嘛 状况不同 要问 这才是保护你的权益 那最来呢 最后呢 就是说 不要去期待 什么你的基障事 办法伴的人啊 什么谁赖谁回啊 然后什么电话打去啊 什么没人接 什么西藏骨头 凌晨三点打去啊 假日我没回干嘛 拜托 这不是119好不好 你的事情也没那么急 上班时间再处理 给人家合理的作业时间 不然人家觉得是OK 好的 也不想接你的案子 就这样子 那再来呢 最后就一个总结 总结呢 就是说呢 我觉得大家 不管是看文章到这边啊 或者是听到这边 代表你是真的很有勤资去创业 那我也很希望呢 以上的经验能够帮助到你 那我觉得呢 商标跟记账这两块啊 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所以我也写在最后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花时间再看一次这整个文章的内容 那当然用讲的可能只是帮你快速的吸收 有个印象 那我还是很希望大家呢 能够完整的看整个文章 那好好去了解说 那我在这创业过程中呢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那可以去加强 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创业 可能也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说 我是不是有什么商标上面的缺漏啊 或干嘛的 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去精进他 那不管是你已经开始了 或者是你正在规划 我都先预祝你创业成功 我是信贤 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不错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 那也可以到我粉丝页那个关注我 会发布新的内容 谢谢大家